但是運動按摩有不適合做的時候 譬如說在你的肌肉有發炎 紅腫癢的時候就不要來 然後一個月來一次定期的放鬆保養 其實什麼時間來都是可以的 你喝人家的水啊 哈囉大家好 我是吉特 歡迎收看本集的每一動自動 你以為只有運動員才需要做運動按摩嗎 沒有運動習慣的人 或者是很少運動的人也是可以做運動按摩的喔 但是市面上按摩的選擇百百種 五花八們你要怎麼選呢 沒錯 本集的每一動自動就要來跟你介紹 運動按摩怎麼選 以及跟一般按摩不同的地方喔 就讓我們今天來歡迎 我們的新朋友阿布布 以及我們的運動按摩師徐曼傑老師出場 大家好 我是Jenga運動按摩的按摩師徐曼傑 謝謝 運動按摩其實就是深層肌肉放鬆 它會有運動按摩這個名字 應該是從美國直接翻譯來的 一開始這個手法的確是針對運動員設計的沒有錯 可是我們發現它是針對解剖學上面 每一條肌肉深層的放鬆 所以這樣子的放鬆手法對一般人來說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原來運動按摩是從美國開始發源的 那其他國家有聽說過有類似的運動按摩嗎 就是從他們發展出來的部分這樣子 我也覺得就是市面上有很多什麼瑞典按摩 然後中式胎式什麼什麼的 原本的想法應該都是要對於肌肉放鬆 只是運動按摩的特色是 我們是根據解剖學的基礎上面在放鬆的 所以按摩師本身要非常熟悉 至少要很熟悉基礎的解剖學 我們總要知道自己在按的這條肌肉長什麼樣子 還有什麼功能 這樣子我們才能夠最切合 就每一個人 男生女生然後大隻的人 或比較嬌小的人的肌肉 其實他們長的都差不多的 那我們熟悉解剖學之後 就可以針對這些肌肉的紋理下去慢慢的放鬆 好想問一下老師運動按摩時機到底是什麼時候呢 按摩最適合的時機其實不一定 看你自己習慣保養的方式 但是運動按摩有不適合做的時候 譬如說在你的肌肉有發炎 紅腫癢的時候就不要來 那時候就讓你的肌肉好好休息 或是先去看醫生 等到你的肌肉狀況穩定了之後再來保養 因為運動按摩是一個肌肉的深層保養 所以我們覺得就是只要你可以定期的來 然後一個月來一次定期的放鬆保養 其實什麼時間來都是可以的 你喝人家的水啊 好老師我們想問一下 就是在做運動按摩前 老師怎麼樣評估客人的運動狀態呢 我會在客人預約的時候 就給客人一個線上的表單 讓客人在上面填寫 還有他本資料之外 還有他的運動習慣 然後有沒有傷病時 有沒有看過中醫整國護理治療師 以及他的想要改善的部位 平常不舒服的部位啊 或是特別想要放鬆的地方 然後在他進來大門的時候 就要先偷偷的觀察一下 他這個人的狀態 因為當你跟客人說 來我們現在要來看一下你的姿態的時候 大部分的人都會把他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現出來 你就看不到他平常到底是怎麼樣用自己的身體的 所以在他開門的時候 放包包的時候 換鞋子的時候 你就可以大概看得出來 這個人 他平常有什麼好的不好的姿勢習慣 但是剛剛提到 運動按摩其實是肌肉保養 如果你真的有病症的話 譬如說 我們能夠做到的 就是你來了之後 可以獲得一個完全放鬆的肌肉 離開這個大門 想問一下老師 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有什麼錯誤的習慣 導致我們肌肉緊繃 或者是痠痛呢 那這樣子 怎麼樣透過運動按摩來解決呢 好 我們最常見的 不良的知識 大家都是上班族 就算不是上班族 也會因為長期用電腦啊 手機啊 然後造成一些肩頸的緊繃的狀態 或者是大家俗稱的烏龜頸 可以請你示範一下嗎 側面 側面 就是在 用滑鼠的情況之下 來你 你模擬一下 打電腦用滑鼠 用滑鼠 打電腦 電腦螢幕那麼低嗎 這邊啦 差不多這樣 所以我們會看到他的肩胛骨會 肩胛骨往前 然後脖子也會往前 這個情況之下 體肩胛肌跟上斜方就會緊繃起來 真的耶 平常就會這樣 對平常大家 每個人都想 就算是滑手機滑一滑也會變成這個德性 我現在想要跟大家說是 就算你不來做運動按摩 或是你不想要被別人 就是用外力的方式去 強迫放鬆你的肌肉 你平常可以很簡單的調整姿勢的一個 呃 就是你準備一顆球 然後 對 這顆球的那個大小 最好是你含在就是下巴這邊 它可以讓你的眼睛還可以平視前方 這種球的大小可能比較適合女生啦 就像我夾著 身體就會自然是正的情況 然後眼睛就可以朝正前方平視 你試試看 好夾著 像這樣子嗎 對 然後頭盡量的抬起來 欸這樣好像有點困難 我覺得 對這個對你來說可能有點小 我們來看看這個 這個有點重了 夾住嗎 不行不行 夾不住啦太重了 等一下喔 噢 碰到那個碰 原本我們駝背用電腦滑鼠的樣子 對對對 然後脖子又突出來 肩膀起來 然後肩胛骨也歪掉 可是你一旦夾住 你為了要夾住 你為了要夾住 又可以繼續看到電腦螢幕 你的身體就會停起來 眼睛就會朝正前方 你沒有辦法在這個情況之下再駝背的 這邊問題解決之後 我們再來想辦法把手 拉回來一點 我們盡量讓書桌跟滑鼠 可以在你使用的時候 手可以維持在垂直的 90度的部分 對 太高太低都不好 就是90度這樣子拿 然後你可以找不一定要球 你就找任何方的 你好夾住 反正可以讓你這樣輕鬆的固定在這邊 然後不會跑掉 不會讓你整個姿勢跑掉的東西 輕輕的夾住就好 聽起來好像真的蠻有用的 就是平常我們的時候 都可以在自己上班的時候 或者是在家裡的時候練習 就是我們常會聽到 不管是運動教練 還是物理治療師 會一直提醒你 你的姿勢要對 姿勢要對 但問題就是 我們就是不知道 什麼叫對的姿勢 我們才會用錯誤的姿勢在生活 那你只單純的告訴我 要用對的姿勢 我們不知道怎麼改 所以你其實可以用一些 簡單的道具提醒你 骨骼結構的排列 在正確的位置上就好 聽起來運動按摩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事不宜遲 我們等一下就來體驗運動按摩囉 Go 那在Jenga這邊 我們在幫客人服務之前 會請他先更衣 褲子如果你想要穿自己的話 可以選擇運動短褲 慢跑褲最好 或是像這種褲管比較寬鬆的褲子 活動起來比較方便 再來上衣的話我們就會穿這種和服 讓背是空的 因為等一下背會上油 一般來說按摩其實沒有一定的順序 就是沒有說一定要從頭 或者是肩膀開始往下按 或者是從腳開始往上按 往心臟這邊推跟離心這樣子推 方向有差異嗎 其實沒有差別 我們的目的只是想要讓這個肌肉放鬆 所以手法啊方向什麼的都是很靈活的 我個人的習慣會是從腳足底這邊 開始慢慢的往上按 然後一開始呢 像我剛剛說了 筋膜一定要先放鬆 所以在上油之前 會用拉扯皮膚的方式 先把筋膜給舒展開來 然後等到這個差不多之後 上油了之後才會是深層肌肉放鬆 但是深層肌肉放鬆完之後 勢必會伴隨一些代謝物質的釋放 你會覺得有些痠痛的感覺 有時候會像是運動之後產生的痠痛感 甚至有時候會有痠痠那樣子的痛 這個都算是正常的狀態 所以有些客人問我說 啊我以前去哪裡按 然後很痛很痛會痠痠會幹嘛 其實很難說是那個按摩師有什麼失誤 因為有時候深層肌肉放鬆完 他就是會有這些感覺啊 但如果說這個感覺 這些代謝物質代謝完了之後 你本人並沒有感覺到肌肉有真的放鬆的感覺 那也就是說你這些痛是不值得的 或許我們可以考慮下次就換一個按摩師 好的今天非常謝謝徐老師為我們帶來 運動按摩的小知識 運動按摩真的是好處多多呢 不過大家一定要記得 想要有健康的身體 一定要運動喔 請記得鎖定我們的美一動之動 Follow其他動起來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按喜歡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